HELLO 我是烏龜 本部影片是以测试服环境录制 一切内容以游戏时装之后为准 大家期待的冬季大更新来啦 官方已经发布了一部冬季更新的预告片了 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有关于这部预告片当中所提到的一些新的内容 还有一些预告片当中没有提到的圣诞节相关内容哦 首先是单人模式又新增了新的关卡 等着大家去挑战了 以前的最后一关单人模式是巨龙巢穴嘛 那条巨龙我相信大家都还印象深刻 那在更新过后多了一些关卡出来 我进去稍微看了一下 哇有些真的是还蛮有挑战性的 等到更新时装了之后欢迎大家都去挑战看看啦 新的最后一关魔王关的名字很有趣 叫做皮卡妈妈大暴走 完成这个挑战之后 可以获得的资源是250万的金币以及圣水 和25000黑真的是还蛮多的 接下来我们聊聊圣诞节吧 说到圣诞节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会先想到的就是圣诞树呢 你刚刚应该也已经看到了 这就是今年圣诞树的样子 非常的可爱 上面还有一顶圣诞帽 那说到了这个圣诞树我顺便来跟大家说一下 在更新过后有一个魔法物品获得了非常非常棒的调整 也就是这个铲子啊 以前我们在移动圣诞树或者是其他障碍物的时候都是用这个铲子来移动 之后也一样可以用铲子来移动 但是变得更好用了 为什么呢 来来来你看一下这个铲子的说明 要使用一位任意铲将clash圣诞树变成可随时移动的障碍物吗 哇按下去之后它是一个升级的音效 然后这个圣诞树就变成了永远可以随时移动了 哇这真是太棒了就像是你购买来的雕像一样的意思 这样就以后不用为了想要在你的村庄周围摆出整齐的障碍物的时候 还要用好多的铲子觉得很浪费每个铲子只能挖一次 以后一个铲子挖过的东西永久就可以任意移动了 哇这真是太棒太棒了 除了圣诞树之外 今年的clash圣诞节一样是有推出现实的法术以及部队 法术一样是圣诞骑袭 但是部队是全新登场的满羊骑士啊 它和超级部队一样拥有特殊技能 名称叫做满羊冲锋 会冲向它看到的第一个防御建筑并且摧毁挡道的城墙 也就是说它进场之后会先锁定最近的防御建筑 然后直线加速的冲过去 并且撞破任何等级与数量的城墙 超猛的 根本就是自带工程车与炸弹人的效果 甚至是更好用 那在撞到建筑物之后 它接下来的移动会跟野猪一样是跳墙 优先攻击防御建筑 每秒伤害值是300 生命值2100 所占用的人口单位是12 大约是接近五神的血量 以及血怪的攻击力 移动的速度则是跟野猪差不多 不过重点是它拥有满羊冲锋技能可以破墙 我看短时间之内可能都不会有人带炸弹人出门了吧 有新的限时部队登场了 那当然是要实战测试一下给大家看哦 这里我是直接用超弓飞艇前夕准备要把大本营还有巨石碑给打掉 远军引出来现在看到是泰坦 我赶紧在下隐形法术中间空档的时候 在九点外侧这边下了冰人 还有蛮王女王进来 准备要来处理远军 好大本营旁边的巨石碑已经倒了 我手上还有剩下蛮多的隐形的 我很怕大本打不掉啊 所以带了满满的隐形 大本打掉了之后 接下来这些超级冠军手在附近 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打了 所以我就留两罐隐形在手上 现在准备专心的来看一下我的英雄部队这边 这是要测试新的部队 所以我当然是带了非常多的蛮羊骑士 而且已经慢慢的开始一只一只的下进场了 大家可以自己观察一下这些进场的蛮羊骑士 在进场的时候的确是会冲锋破墙 然后去寻找第一个锁定到的防御箭竹 但是他这个冲锋破墙的技能 只有进场的这一次有效果而已 所以你必须要看好时机还有角度 来把你的蛮羊骑士下进来 如果一次下一整坨进来的话 其实是很浪费他这个技能的 比如说现在进场的蛮羊骑士 就可以直接来冲破投石机前面的这片城墙了 你有注意到吗 蛮羊骑士除了进场的冲锋破墙效果之外 他的攻击还可以减缓防御箭竹的攻击速度 虽然不至于到晕眩这么夸张 但是减缓攻速也是非常有效的 这里我压了无敌 打算要配合隐形 也就是刚刚前戏剩下来的隐形 来保护我的神盾勇者 打掉这座单体火塔 打掉单体火塔之后 其实后面剩的东西好像不多了 只剩下三点钟这一侧的投石机 比较让人烦恼而已 但是我的手上还有隐形 应该可以拿来保护我的神盾勇者 跟这一批活下来的蛮羊骑士 这些蛮羊骑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野猪骑士 但是是升级版的 因为它的攻击力比较高 这里的隐形 哇我丢太慢了 不然可能还可以再多保护几只蛮羊骑士下来 我手上是有最后一只蛮羊骑士的 我一直在算我这个蛮羊骑士的角度 想要让他从侧边进场来帮女王开墙 但是想了老半天之后错过了最佳时机 我还不如把这只蛮羊骑士 现在从大约两三点的外侧下进来 把三点外头的这个箭塔给缓速一下 搞不好还能救一下我的小王也说不定 不过终究还是拿下了这个三星啊 跌跌撞撞的 竟然就这样莫名其妙的 用了一个看似没有主力部队的 一大堆蛮羊骑士配置 完成了三星进攻啊 跟着神盾勇者走好像还不错 以前有神盾珠 以后就会变神盾羊了 这次的冬季更新除了家乡之外 首都部分也是有更新的内容 会有一个新的卫城叫做骷髏乐园 在你们的首都大本营升级到八级的时候 就可以解锁全新的卫城骷髏乐园了 有新的卫城 当然也就会有新的部队单位 法术以及防御建筑 不过这个过两天之后 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先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跟首都有关的更新内容 以后你在首都所获得的生育值 会解锁一些配件 这些个人化的配件是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来我告诉你啊 你只要加入了一个部落 你就会自动在这个部落的首都之巅当中 有一栋属于你自己的小房子 而这个小房子是可以让你自己来决定长什么样子的 这些解锁的装饰物 包含了屋顶啊 外墙啊 地面啊 等等 都是可以随便来自由搭配的 你就有一栋属于你自己的小屋 在首都之巅里头了 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啊 这个个人化小屋是跟着你走的 所以你如果一旦离开了部落的话 你所在的这个位置就会变成空房子 那你到了下一个部落去 就会在下一个部落的首都之巅当中 系统自动帮你认领一栋空屋子 比较可惜的是你没有办法自己选择邻居就对了 而跟圣诞节相关的内容 还有一系列的圣诞节挑战 从12月12号开始 游戏当中会出现第一个圣诞节挑战 一共会有5个关卡 大约每隔3-4天会推出一个新的关卡 一直到12月的月底 那完成这些挑战跟之前的10周年挑战一样 你可以累积薪数来换取奖励品 这些奖励品就是跟刚刚提到的东西有关的 是圣诞节的个人化小屋装饰 以及以后变得超好用的铲子啊 在听我说了这么多和更新有关的内容之后 是不是还有什么部分是你已经期待了很久 我却一直都还没有提到的呢 比如说在官方的预告中已经登场的超级矿工 对不对 我知道很多人一定都在等这个吧 不要急啊 这个留到明天再来跟大家分享 在等大更新还有更新快报的这几天空档 不如就先把我的创作者代码输入吧 感谢大家支持啦 我们明天更新快报再见咯 拜拜 拜拜